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普通百姓对京朝还真不陌生 金珠 弯牙骨打 詹罕 哈密赤 这些一真一幻 一虚这些名字 我们好多人都能聊得出来 但是要说到聊朝 一般人 特别是普通百姓 想半天也只能想起评书杨家将里头 就是那个萧太后 至于能说出名字的另外有一个人呢 也就是耶律楚才了 但真正的耶律楚才啊 他肯定不是聊朝人 他虽然说是聊朝皇族的后裔 但他已经是后边游金入园的那个时候人了 我们掐指一算 这大聊 聊朝 好歹也是一个存在两百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或者是朝代吧 实际上我们老百姓也好 学者也好 当代的人吧 咱们对聊代历史啊 确实知之不多 实际上咱们往前追溯 包括到了金朝末年 灭聊而起的金国人 他们对聊国的历史也是知之甚少 比如说满渡大学问的 和这一脑子诗词歌赋那大才子袁好问 在当时呢 就大发感慨 他怎么说呢 呜呼 盖吾史诗久已 太和中 朝修聊史 书成 寻有南迁之便 检测散尸 视父不见 金人与聊士 知不知启灭 凡己主 下者不论也 也就是说 入园之后 袁好问就回忆 你看当时金国末期修聊史 结果呢 这个蒙古铁骑来了 铁骑拱滚 南逃的金朝使官呢 当时就把聊代史册 本来刚修好了 丢失殆尽 而当时的蒙古兵马呢 蒙古兵将呢 就敲杀抢掠 以此为乐视 因此绝大多数 辽国史籍啊 要么就被烧了 要么就成为 这个烤羊肉的 这个炎火之物了 留存的很少 即使有留存 也都是那些散意不全的 那种历史残骗了 我们想一想 在袁好问时代 就由金入园的时候 元朝前期吧 大多数知识分子 他们连辽国有多少位君主 都几乎搞不清楚 就可以想象到 后世幸存的辽国 这种实打实的历史资料 确实是太少了 所以呢 我们要了解 辽朝 也只能从现存的 仅存的 这些历史资料当中 啊 来窥探辽国的 他当时的那个真实面貌 细讲辽国之前 哎 还希望大家 多发弹幕 咱们多多交流 讲辽朝 肯定要从耶瑞阿宝基讲起 这个人呢 大概生于公元872年 死年死日 非常清楚 是公元926年9月6号 耶瑞阿宝基是什么人呢 耶瑞阿宝基 姓耶瑞 名义 自阿宝基 实际上耶瑞阿宝基 也就是他契丹名 耶瑞义是他的汉名 契丹不足 实际上在几百年间 他们没有姓氏 无论是贵族还是百姓 都是以居住地的地名为姓 就有点像从前的日本 耶瑞阿宝基立国之后了 才把居住地的那个名称 变成他正式的姓氏 阿宝基老家在哪呢 在辽国上京以东 200多里的那个地方 这个辽国上京 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 那地又出巴林时 没老师去过好多次 当时那地又叫市里 而市里的汉语发言 转过来就是耶瑞 因此阿宝基呢 就是在自己的名字前面 加上耶瑞二字 从那时候起 耶瑞就成了契丹皇族的姓氏 回过我们中国历史发展过程 随着中国北方 两大草原游牧民族 突厥啊 回湖 他们的势力相继衰弱之后呢 北方草原这个大漠 一时之间处于这个权力真空时代 那么公元九世纪到十世纪 在这段时间之内 在一百年 中原大地遭遇到唐漠大混乱 以及继之而来这个五代十国 这种割剧混战这个黑暗时期 趁着中原王朝衰落的这个空档期 活跃在中国东北草原游牧民族 这个契丹 他就趁机崛起 建立了以契丹人和汉人为主的契丹王朝 他们的开国君王呢 那个耶瑞阿宝基 也就是今天 这个本集 我们要开讲那个主人公了 耶瑞阿宝基 他在一辈子最大的功绩 第一 就是立克群雄建立了潦朝 第二 就是灭掉当时的海东圣国 渤海国 自主英雄多磨难 耶瑞阿宝基刚刚出生的时候 那契丹 他这个各部落的贵族阶层 为了争夺这个联盟首领 那个位置 打得你死我活 当时呢 阿宝基他祖父被杀 他的父亲和叔叔们四散逃离 幸亏他的祖母 对着小阿宝基保护有加 常常在部落内啊 转移帐篷 藏匿这个婴儿 免得他被他家族部落 那个仇人所害 阿宝基呢 自幼就非常聪明 长大成人之后 身高九尺 武功高强 我们想上那个宋朝 那都督良行 你就知道 身长九尺有多高 那绝对大高个 胸怀大志 趁着唐末大乱 阿宝基就纵横百合 曾经率领之军队 在山西一带 大败军阀留人公 又对周围的什么西族啊 士围啊 女征各个部族啊 展开攻击 把好多部落啊 打败了 吉祥了 最终呢 在公元九百零七年 就是中国的这个史书的后联开平元年 征月 他自己就当上契丹部落的大韩了 契丹部落的韩位呢 在当时绝对不是世袭制 三年一轮换 耶律阿宝基的本意呢 他就是想效仿汉帝皇帝 那样 就一直想把这韩王当下去 阿宝基你想站住这个可汗的位置 不让别人当然就没有机会当选了 这别人的还不用说 阿宝基本家族那些兄弟们 首先就起来反对的 由此就发生了 辽国初期历史上的诸地之乱 一敌众 他这么多兄弟哥们 包括叔叔什么的 阿宝基能够保住他的韩位吗 为争夺这个契丹的韩位 耶律阿宝基他的兄弟们 先后发动了三次叛乱 公元九百一十一年五月 阿宝基的弟弟 耶律拉格 耶律迭拉 耶律眼底石 耶律安端 以阿宝基的叔叔 耶律侠迪等人 以阿宝基叔叔 耶律侠迪 这个人为主谋 共同发动了反对阿宝基的叛乱 阿宝基听到乱起之后 马上派出侍卫 前往评判 由于当时 耶律拉格等人行事匆忙 阿宝基反应又够快 这些人呢 起事没成 束手就勤了 阿宝基这个人呢 当时还不忍心 杀掉这些兄弟 就和他们一起登山杀生 就宰宰马宰羊的吧 对天蒙事 然后呢 就非常大度地 把他们都给赦免了 公元912年 阿宝基率领大军出征西南 那些部落 他的弟弟耶律拉格 又趁着格格阿宝基 出征还没有回来的 这个机会 再次串联他的叔父 耶律侠底 还有几个弟弟 发动了第二次叛乱 这一次呢 也幸亏阿宝基 提前得知到消息 巧妙避开了 这个耶律拉格率领的军队 召集各部贵族首领 按照契丹的传统习惯 隆重其事地 举行的翻柴礼 什么叫翻柴礼啊 烧财告清 这样的仪式 宣布他自己呢 再次担任克汗 由于先前已经争取了 多数部族贵族的拥戴和支持 所以阿宝基的叔父 和那几个弟弟 不可奈何 只得默认他 接着再干一戒 转年 阿宝基的弟弟 耶律拉格 还不消停 联络契丹已逝部的贵族 准备割据自立 这一次呢 他们先商业好 拥立耶律拉格 为新的克汗 然后就派人举行忽然袭击 刺激劫持的阿宝基 参加他们已经准备好 这个克汗改选大会 阿宝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目不可 亲自率领部队 追缴他弟弟耶律拉格 与此同时呢 阿宝基另外一个弟弟 叫耶律掩底石的 忽然率领一批人马 直扑阿宝基的行宫 还夺走当时象征 克汗权力的旗鼓 还有祖先神仗 当时阿宝基的妻子 树立平 看守大仗 帅兵拼死抵抗 但最终呢 虽然说人没被弄死了 但是呢 还是被抢走了 这个祖先神仗 就那些器物 阿宝基呢 形势够敏捷 率领他亲随卫士 北上追击 他的弟弟耶律拉格 最后把祖先神仗 这些器物都追回了 得到神仗之后 阿宝基很快 又生擒了 他的弟弟耶律拉格 我们想一想 至此为止 耶律阿宝基的弟弟 耶律拉格 已经发动了三次叛乱 阿宝基呢 也没有忍心把这弟弟给弄死 转年呢 在耶律拉格南逃了 投奔谁呢 当时中原的晋王李纯旭 哎 受到领域 再后来呢 他又觉得 李纯旭 带他不后 他给的东西 给他人不多 他又想转头 当时啊 这个和李纯旭为敌的后梁 这个朱姓政权 最后被李纯旭手下抓住 啊这个耶律拉格和他的妻儿啊什么的 同仁啊都被斩于变城桥下 经过这三次大的军事行动吧 这个耶律阿宝基基本啊消灭了本部族的反对势力 特别是他们这个姓耶律的这一家族的反对势力 但这种窝里斗 这三次大仗 对他们所在的部落经济 造成破坏挺大的 本来阿宝基所在的部族啊 有好马上万匹 打了这几次大仗窝里斗 战马消耗严重 所以说部民出门 从那之后基本都没马骑了 好多人都给靠步行了 平灭了驻地之乱 那阿宝基的韩位就一帆风顺了吗 绝对不可能 当时觊觎韩位的人多了去了 本部落同宗同族的人反对势力 这个时候消除了 但当时契单不足 还有七个部落 这几个大部落的酋长 他依旧要求恢复从前 咱们的原有的可汗选举制度 因此呢就不停的 明里也好暗里也好 就强扎阿宝基 你把这可汗的位能够让出来 阿宝基这个时候呢 以退为进 他先公开交出这个可汗的旗鼓 就答应说 我到时候我肯定退位了 然后他又派人对那些酋长就表示 你看 我当这可汗已经九年了 我这下属也有不少呢 这个参加过来的汉人 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我自己的领 一部人马去治理汉城 那些酋长一听 当然愿意也能走吧 于是耶略阿宝基率领 他手下的汉人 建立新的据点 就在汉城附近呢 进行耕种和交易 发展他的盐铁经济 此后不久 立文脚跟了 阿宝基就采纳他老婆 树立平的计策 派人转告那七个部落的大首领 说什么呢 我管辖下的盐池呢 经常供言 给各部落实用 希望你们呢 能到我这里来 怎么种酒欢迎 你们也呢 带些礼物 来犒劳一下 我的手下人 气单人的先好客也好酒啊 厨长觉得阿宝基最近特别通情达理 而且他那个客汗的位置又准备让出来 因此没有怀疑 愤愤带着肥牛 没酒 前来参加宴会 酒过三巡 菜还没过五位 阿宝基呢 这个不停地劝酒啊 等到这些人喝得差不多 阿宝基一挥手 埋伏在帐外的伏兵呢 一下冲进来 咔嚓咔嚓咔嚓 七个部落大酋长 人头全部落地 等于是把这个七个部落酋长杀的一个不剩 所以说就这一顿大酒 我在阿宝基呢 一下就以这个暴力手段 把气单七大部族全部统一了 由此呢 对于依赖阿宝基来讲 内游外患都没了 接下来他要干什么呢 想通通想得到 公元916年 在消除了内外的反对势力之后 阿宝基正式称帝建国 国号气单 以树立平为皇后 立自己长子依赖卫为太子 值得注意的是 气单国号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动 气单和辽是一直通用的 立国之后呢 阿宝基又率领 他手下部众 修建都城皇城 也就是后来的上京城 耶督阿宝基虽然是气单人 但他是会说汉语的 而且一直信用和任用汉族这些士大夫 比如说韩阎威啊 韩之谷啊什么这些人 让这些汉人呢 帮助自己制定气单律令和典章制度 因此呢很快就形成了非常完善的统治机构 阿宝基本人是深受汉文化影响 因此辽国经常当中啊 一直建有什么孔子庙啊 佛寺啊 道观等等等等 他立国之后呢 还制定法律 颁布什么官爵啊 魏赐啊 还派人制定的气单大字 弘扬他气单的这个本民族文化 后来呢 耶督阿宝基的地理 耶律迭利 参照回湖文和汉文 又创制了气单小字 时至今日 俄语发言中称中国 依旧是气单的那个音译 继位之初 耶督阿宝基 他以这个亲信部众 以这些人为主 设立公卫齐军 包括这个周县的部族军 这些军人呢 就等于成为气单军队 主要组成部份了 而后呢 雄才大略的阿宝基 东征西讨 不断的征伐 气单别的部族 包括周围的一个突厥的那些部族 扩大他自己的势力范围 公元925年 也就是辽国天赞四年 魏向东发展辽国的 他这整个势力 约拉宝基率领大军 亲征渤海国 渤海国呢 是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 一个地方政策 皇族呢 是墨赫族 姓大 哎 他们就姓大 早在公元713年 就唐朝开元元年 墨赫族的大作荣 就接受唐朝的册封 建立渤海国了 当时也有大唐撑腰啊 渤海国在政治经济的方面 提升特别快 就成为海东圣国 历史上呢 在渤海国 在229年这个时间里啊 历代国王呢 曾经到中原王朝 就是朝建皇帝呢 多达132次 因此这个地方政权呢 就一直处于唐朝的大力扶植 保护之下 唐末五代时期呢 面对身边的契丹族的日益强大 当时在渤海国呢 又抢八级 就唐朝灭亡之后 代之而起的后连和后唐 无奈呢 当时珠安地区啊 你想要四分五裂 军阀混战 政权走马灯一样的换 因此呢 都没有啊 什么政权 能够顾及到渤海国 面对咄咄逼人的 这契丹势力的 耶路亚宝基 他这势力的崛起 渤海国呢 还曾经想寄希望于日本的帮助 但日本那阵远隔大海 也帮不到什么忙 啊 使者去到了 但那边兵派不过来 病急乱投医 当时是朝鲜半岛 三国鼎立 渤海国呢 就要想和当时这个新罗和高丽结缘 这两个政权为了自保呢 不仅没有帮助渤海国 反而呢 派使者去附和这阿宝基 乘机出卖渤海国 来赚取他们自己的利益 约拉阿宝基呢 亲自率领大军啊 这个蒸伐渤海 还让自己的皇后树立平 还有的皇太子 这个叶瑞贝 还有他的二儿子叶瑞德光 以及辽国的各大臣 都参加到征伐的队伍当中 当年年底 阿宝基就率领军队 包围了渤海国的浮渝城 就在今天的吉林四平 转年正月初三 契丹军队就呼现了浮渝城 渤海国王 当时是那个大音传 绝望之余呢 还硬着投鼻 继续派出军队呢 来这个抵抗七丹军的进攻 很快啊 渤海守军就被七丹军队击败了 阿宝基也不给对方喘息之机 指挥七丹大军就围攻渤海国的都城 呼寒城 呼寒城在今天黑龙江 牡丹江的明安市 当时是冰寡降落啊 渤海国这个国王大音传 穷仇之下 没办法的最后 这个率领他自己辽蜀宗族 三百多人 现成出降 公元九百二十六年二月 攻克渤海国之后 阿宝基呢 以青牛白马 祭告天地 大赦天下 改渤海国为什么 为东丹国 也就是说东契丹 这样的意思 把渤海国原先那个都城 呼寒城 改为天福城 侧封他自己的皇太子 耶略贝为东丹王 特赐他天子惊奇 就等于让这儿子全权负责 管理东丹国的事务 由此可见 耶略阿宝基 这位辽国的第一位皇帝 干的确实挺漂亮 仰看把渤海国给灭了 附近的什么高丽 陌赫铁林那些小国 或者人家部族部落 相继归附 仗一来 阿宝基他就把他契丹的势力 扩大到了渤海 同时呢 这个耶略阿宝基 就在黑龙江 乌苏里江流域 广大地区内 广治 辽国的官府 因此就结束了唐末以来 中国东北地区 那种分裂的局面 建立起一个强大的 扶援广阔的奴隶制帝国 击灭渤海国之后 天赞五年 公元九百二十六年 耶略阿宝基 就在回军途中 并逝于浮渝 浮渝就是今天吉林的四平 十年五十五岁 那么这个耶略阿宝基死之后 他这个契丹政权 大辽政权会稳定吗 那么辽国下一任皇帝 到底干的如何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你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辽国皇帝耶略阿宝基 是如何预言自己死亡的 那么关于耶略阿宝基的死因呢 历史上实际上 一直有争议的 辽国天赞三年 也就公元九百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年 耶略阿宝基召集他的皇后 皇太子大人帅 包括两个宰相啊 各种大官吧 他就表示说了 朕继上成天命 下统群生 没有征刑接奉天意 是以积磨在己 取舍如神 国令即行 人情大富 升降有七亿 却来在我 良愁盛会 自有弃于天人 众国群王 岂可画其反骨 三年之后 岁在丙须 时值初秋 必有归处 岸岸为中两世 岂父亲戚 奇怪的是呢 预言一般 你看耶略阿宝基提到自己 三年之后 岁在丙须 时值初秋 必有归处 而耶略阿宝基 恰恰是在说这番话的 三年之后的丙须年 就公元九百二十六年 初秋七月二十七日 就是 现在阳历九月六号 那天去世 换言之呢 耶略阿宝基这个人 准确预言了 他自己的死亡时间 哎 这就令人费解了 为此呢 清代学者 写那个二十二史扎记 赵毅就说了 草媚开创之主 亦必有异柄 与神为谋 岂非所谓素慧性成 鬼神相弃 有不可以长理论者耶 他的意思就是说 耶略阿宝基 这人又能通神 早知道自己的死因 所以说呢 不能以这个平常的这种理论 来推算这样的人 但是呢 现代历史学者 一个叫王小福的 就认为这是契丹啊 从回湖 接受摩尼教的结果 耶略阿宝基呢 为了把自己塑造为 摩尼教的圣主 圣人 就故意安排好 自己的死期 并预言的方式呢 先功不于众 等到他的死期 这个丙须出丘到来的时候呢 他就让树立皇后 作为遗嘱执行人 来把自己给杀死 由此体现出的非凡的这种 宗教献身精神 而另外一位学者呢 罗欣 罗欣教授 他就考察了内亚 各游牧民族所共享的 那种政治传统 什么传统呢 就立寒之时 用丝带 把这心立的寒 给勒昏 趁这个心寒神志未清的时候 就问他 你做几年课寒啊 如果这个课寒 在位超过了 他所回答的年数 他也不得不死 由此呢 罗欣就推测 约来阿宝基在公元907年 这个寄寒位的时候 同样也有这种秘密的政治仪式 那么当时阿宝基就回答九年 实际上等到第一个九年任期满的时候呢 他又以采用中原地号的形式呢 又给自己增加了九年任期 那么第二个九年 这个任期 他马上要期满之际呢 也就是天赞三年 就公元924年 我们刚开始这彩蛋 刚开始说的 他预言的那一年呢 阿宝基又向皇后皇太子 一些人请求 放宽三年期限 以完成呢 他把这个渤海国灭掉了 这样的一些大的事业 因此呢 当时他这番话呢 事实上并不是预言 而是一种承诺 是一个保证 所以呢 阿宝基在灭了渤海国之后呢 就在那秉须出丘 他就死了 肯定不是自然死亡 而是自杀 或者让树立皇后派人把自己杀了 以此来践行 他自己在天赞三年 说出那种诺言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事 我们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